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GSU GOMES 和大家來到Newbry 這個地方近着Redding 我身處在火車站面前 就是Newbury的火車站 在旁邊都有建的新樓 這個位置令我想起Bishop Stofford Grease Yard的新樓盤 我們也有另一段影片介紹新樓盤 今次先了解Newbury的地方 以及看現樓的 我們看看這幅火車地圖 Newbury在正過地圖的正中間位 由這裏向東走去Redding 都是16分鐘就到了 而去倫敦Partington火車站 最快42分鐘也可以去到 所以都可以說是一個小時的倫敦生活圈之內 如果是北上牛津的話 44分鐘就可以去到的了 但火車的話 我們現在就在市中心那裏 正正前面其中一個商場 叫做Kennett Shopping Center 向這條路走的位置 向前走就去到火車站 由火站來到這個位置其實都不遠 大約3分鐘就到的了 都幾近下 下面呢 都有間的中餐 上面呢就是戲院來的 這條街呢都有不少的東西吃 好像隔離這間的印度野 我們就到了Newbury Town的另一個位 我們現在身處就在Market Square那裏 那裏 其實每個星期呢 這裏的位置呢 都有一個 的 攤檔的 那這個位置呢 現在呢就比較旺 那是都幾多食肆的這個位置 夜晚呢 都有不少人出來去 酒吧啊 出來吃東西的 那其實前面呢 都有間日本野食的 那我們的左手邊呢 那個就叫做 Korn Exchange 可以說 Newbury的地標之一 那這個Town都不算太小的 一頭一尾都要走大約10至15分鐘才走完 那我們看看Redding的人口結構 那這個地圖上面黃色那裏呢 那就是Redding的地方 那這個是不算Karvesham 不算Woodley 也都不算Wookingham的 那就有大概20萬人口 那再看回那個種族人口的比例 那英國的白人呢 英國的白人呢 那就是66% 那第二大的就是亞裔的人 那這個主要呢 那都是印霸值的人 那黑人呢 那也都有 這個不太小的比例 那都有6.7% 那再看回哪裏出生 那基本上呢 都是3分2的人口呢 那是英國出生 那其餘的 那非洲呢 那都有14% 那歐盟就有10% 那歐盟就有10% 那跟著亞洲呢 就有4% 那所以 那羅盟這裏 那這些っていう地方呢 那這裏也都是一個種族大用路 那這裏也有10% 那裏也是1% 那這裏就會有10% 那歐盟這個地方呢 哪裏也有10% 那這裏也有10% 那這裏也有10% 那這裏也有109% 差不多到九成 第二大的就是亞裔人 大概5.6% 而在英國出生的 也有83% 第二大的就是歐盟 7.4% 接著是非洲 5% 跟Redding比 這裡的外來人口 在外來出生的人口 比例上 小很多 如果有看我們Channel的朋友 都會知道每一個美景都有一家Ratrols 這家Ratrols都幾大 正正我們前面就是賣菜和生果的地方 都幾多選擇一下 再走遠一點 這邊也有些 肉的攤檔 有大量的麵包呀 罐頭的食物呀 正正我們前面就是賣酒 這邊也有多少亞洲食品賣的 我們又看看英國的Local人怎樣去看Newbury的地方 剛好在大概一年之前 有人問 有沒有人住在Newbury附近 他看中了一間在Dornington的屋子 我們今天要看樓盤 這個附近的位 都想問一下其他人的意見 有23個回應 基本上可以為一致性是說Newbury一個好地方 看看部分的回應 這個人呢他就在Newbury附近去 長大了 還有很多朋友在那裏 那之類 他說那些學校也是幾好的 那些學生也都很開心 再看看另一個回應 他也是 覺得Newbury是一個很值得去搬去住的地方 各個學校 那些幼稚園也都是非常之好 也都有 很多他很喜歡的食肆 另一個回應呢 就是說住了很多年了 在Slau長大了 Slau是一個都 一般的地方 他自己都差了 跟著就住了 在Redding幾年 跟著Dum這個字 Dum這個字 就是這個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所以他搬去Newbury對他來算是一個 很好的事 另一個人呢他也是在Dornington附近 居住 也有小朋友 女兒是4歲 那個女兒 他又覺得這個學校都非常之好 他之前就在倫敦那裡住的 但是他都喜歡一道多一點 也有很多公園 有很多河邊可以走 也有很多戶外活動可以玩 對他來講他就很滿意Newbury這個地方 另一個呢他就住在Basingstoke和Newbury之間 那他都說有很多的小朋友來去思考的話 那就是Newbury這裏 另一個人呢又說在這個 Town Newbury這裏 有很大量的 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可以選擇 那他亦都覺得Newbury這個地方是很容易可以去 去到倫敦 那亦都有很多的 活動可以做 譬如有 三個的theatre 戲院啊 有很多的文化的藝術的東西 那都有market的 那有個market就是每個星期兩天啦 跟著亦都有一些 農夫的market就是 附近的農場那些人 過來賣東西啦 那亦都有一個呢 將 Newbury和 倫敦啊 和redding去比較啦 那亦都是 把redding用個字來形容啦 所以其實都 local人都基本上都是一致性 Newbury是一個好地方來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樓盤叫做 Dornington Heights 發展商是David Wilson Homes來的 我們先了解這個site plan 我們現在看看最新的賣樓的狀況啦 整個的樓盤將會在2025年的下季就會完成的 現在主要放在這一邊 這裡和這邊 放在一邊之後呢 就會向這個方向走 到最後呢就會放在這邊的單位的啦 這裏呢就是剛才說過的 2025年的下季就會完成的啦 現在有什麼單位是差不多可以入得火的呢 應該都是大約兩至四個禮拜左右啦 就可以入火的啦 這個單位呢就是 這幾個啦 一二三四 應該這裏也還有一個的 169也是 如果大家要三房單位的話呢 可以選擇的 這裏呢 169和170 這兩個都是三房單位 屋形是Canet 170是Canet 一個三房單位來的 N Terence N Terence 售價是487K 有車房和前面三個車位 169也是在放售的 是Mid Terence 價錢便宜一點 477K 也有車房 車房就是這個 跟170 隔離的車房 前面也是有三個泊車位的 另一個的三房呢 也是在放售的 177這個 這個是Archford的屋形 450K 一間Semi 坦白說 花園呢 這個就是向南 也是覺得不錯的 這個單位 450K 坦白說我覺得幾低的這個 剩下這幾個三房單位來計算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最低的 雖然它是小小小的 Canet是1089呎 這個Archford是832呎 但是因為它只有兩層 不是三層 也節省了一個樓梯位 如果要四房的話呢 167這個是四房單位來的 這個是Angleby 530K 花園的方向向著這個東北 如果要五房的話呢 這個是172號 是個五房單位來的 屋形是Henry 售價是860K 是接近2000呎的 1983呎 反軟向南 還有呢 這個是corner位 corner位通常都搶手一點 過了這邊之後呢 這裏呢 將會在今年的大概 11月12月左右可以入貨 這裏呢 那首先講了這個37號先啦 那37號是一個Avendale的單位來的 675K 那隔壁36呢 是一個manning 是一個五房單位 875K 那向這邊呢 都幾好的 46號這個 這個呢 那46號這個呢 那是 Division 那是一個新型的單位來的 價錢呢 就貴一些啦 就995K 那今天就看這個 準現樓 那是plot172 那屋形是Henry來的 那是一個傳統的紅磚設計 那正隔壁呢 那有一個的double garage 那和前面呢 那最少都應該都有 4至6個的泊車位的 那進入到這個Henry的單位啦 那是1983呎 那見到其實都 差不多做了大半的 你已經剩下 那些地板啊 那麼多小汁漏東西的 那正我們前面的這個就是 這個廳啦 這個lounge啦 那是有兩邊窗的 那整個三隻都可以開到 那都有一個radiator 那在這個 出去的花園那個方向呢 我們的右手邊都有一個大的radiator 那這個size 1是23呎1乘12呎的 這個就是清水樓啦 這個就是清水樓啦 有一組電子在這裏 然後前面呢 在radiator這裏旁邊 有一組 那還有這邊呢 也有一組大鏡 那就是有電視插頭的那些 那這個花園就是有多數暗尺出去前面啦 那這個花園就是有多數暗尺出去前面啦 那還有呢 這個 上面也有兩隻的窗 可以開到的 可以斜封啦 也不需要開了那扇門才可以斜封啦 這個也不錯 那來回到懸罐位這裏啦 那都是很大的 那來回到懸罐位這裏啦 那都是很大的 這個位置有個 樓下wc 這個也是一個standard來的 下面這裏的radiator啦 那如果這裏就把椅子在這裏坐你 換鞋子也不錯的這個位置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dining的位置啦 那這個尺寸是1473乘以176的 那是有兩邊窗 那兩邊窗呢 那上面那一半都可以開到啦 也有兩個的radiator 一個在我們前面啦 另一個在對面的窗的下面 那這個窗的鞋子也有一個電鍵的 那這邊也是 那這邊也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現在做的電鍵 那之後呢 就穿過這扇門 是玻璃門來的 那就來了這個kitchen啦 那是2177乘以18尺4 那都做了大半的東西的啦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應該就會在這個 雪櫃的位置 那再看看這裏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這個應該是 是用電鍵的 應該就不是煤氣的 而這個應該就是洗碗碟機的位置 那升盤下下的 那扇門呢應該都會按的啦 那這個廚房呢也有三邊窗 那這個也是非常之好 那這邊也有兩隻窗在旁邊可以開到 那其實變了呢 那也是三邊 三邊可以 有風可以進來 那這個廚房也有三邊窗 那這個電鍵在這個位置 那和後面的窗也有的 那一組電鍵在這裏 那另一組電鍵呢 就在這個位置 那其他電鍵呢 就在這個 在這個 樓盤上面 那這個呢 應該都是Granite來的 應該升級了的廚房 這種不是木啦 這種是石來的 那這邊也有兩組的電鍵 再加上這一局 那這個將會是放在一個的焗爐的啦 接著來到這個位置就是 utility room 那當然是一定夠位置放在洗耳機乾耳機啦 那麼大個 那還有這裏呢 都是upgrade了給你一個 再看看 波蘭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櫃方面呢 都不少的 這支門可以出到後花園 這邊也是弄了 八盞的燈 出回來這裏呢 這裏是Storage的 都可以放一些摺起的 寶寶車啊 那這支窗呢 也都 在門上有一個窗 有些玻璃 可以透光 接著呢 就上去樓上 上去之後呢 馬上看到一個這麼大個的熱水缸 正正前面的就是主人房 今天先看了這邊 這個是bedroom 2 那這個單位呢 是有三個的浴室的 再加上樓下的廁所 所以都需要這麼大個的 熱水缸 那是兩邊窗 這個都很喜歡的 那 這隻窗可以開到的位 大家都一樣大 上面一半可以開到 這隻窗就深一點的 那這隻窗就沒有那麼低了 所以 上面的窗都可以開到的 上面的大半的位 然後隔壁就是一個浴室 也是有窗的 還有多少窗台的位置可以擠一下東西 還有一個proper size的 Sharu的位置 也有浪無斤架 也不錯 這邊已經是弄了半磚的 抽氣線就在這裡 有兩組電製 也是這邊 他也預料了 這個是床頭過來的 隔壁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size是20尺11x14.5 都是有兩邊窗 那這種窗就很斜方的 再看看外面的景色 都可以看到遠景的 看到前面的草地 這邊就是看到下面的花園 有兩邊的 那它對面的 那個隔壁就相對沒有 但是那隻窗那麼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斜是 由我們的右手邊 斜向左手邊 這邊 那這邊當然會有一個浴室的 看看先有窗的 這邊就要倒了半磚 再加上無盡架 還有個洗澡的位 都是用這些光燈 抽氣線就是這個位置 再看回房子 它的插頭方面 前面有兩組 也預計這個位置是床頭 然後呢 床尾就是這邊 也有電鍵和電視插頭 也預計這個位置是掛電視 這邊已經製造了入場的衣櫃 很多時候主人房的衣櫃都會包賣 剛剛提過就是這麼大的月水缸 對面是全屋最小的房間 是9尺4乘7尺8 窗戶比例上也不算小 插頭方面也有一組 然後到我們的右手邊也有一組 插頭放在一個位置可以特別的 通常都是放在一個窗下 還有這間房間雖然不太大 但實際上都可以夠放一張單人床 完全沒問題的 又或者我們做一個書房也可以 來到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是Batron 3 尺寸是12尺2乘10尺2 窗戶也算是很大 一組的電鍵在這裡 另一組的電鍵在我們前面中間的位置 有一個插頭在這裡 可能最正好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放在一個床上 進來的右手邊 就是我們前一個位置 就放在一個衣櫃 這個位置就是Batron 4 感覺是11尺3乘17尺6 有兩組電鍵 一組電鍵在我們左手邊 另一組在我們鏡頭的中間 這個位置就相對比較小一點 再看看景點 這邊的景點也可以看到前面的樹林 還有很明顯我們這個位置是高於旁邊的房子 那如果前面放在一個衣櫃呢 也都不錯 因為前面這個位置就 不是窗的位置就不會遮住光 那如果這個衣櫃呢 弄在一個鏡頭的話 那這間房子就會再光一點 然後就看到這間房子 然後就看完這個群櫃的房子 有一個暴毛鏡架在這裡 都夠大的 一個正確的尺寸的 中樓的位置 還有窗的 這個單位所有的 房子都夠大 都夠大 一個正確的尺寸的位置 還有廁所 全部都有窗 也有浴缸 上面有位置可以放東西 也有四盞燈 這裏 還有在地址的位置也有一個 Radiator 個人喜歡這個單位的 這個也接近2000個單位 有三個的浴室 單房 所有都幾均清 還有 Double Garage 看完了這個 准現樓單位了 差不多完成了 看看外面的周邊環境 我們現在就進去花園看看 Size 都不錯 不過這個花園應該都有 起碼兩個 Mind House Mind House 看看房子的外表 正正我們前面這裏有個水龍頭的位置 那這個花園就是 前面就是斜下去 那邊也有另一個 渠蓋 蓋住了 所以現在就看不到它是哪一種的渠 旁邊就是車房 車房後面也有多少 草地的空間 再看看房子的外表 正正正常常常的 都正正常常的 出回來之後這裏有兩個 Garage 都是這個單位的 還有整個Driveway 都是 FOR這個單位的 Private的Driveway好些 還有EV Point 再看看街屋的前面 還有旁邊的 景 這個5房的 獨立屋單位 放售價860K 我們再看看街屋的 右手邊 這間屋是一個 corner位 通常 都受歡迎一點 還有這個位置都幾多窗 再看看 這個花園的牆 都幾高 很新的 這間牆的另一邊 就是隔壁屋的 泊車位 我們 看 看完這間屋的環境 附近 其實都不少的 單位 已經進了火 今天比較大雨 這間屋的 那條街網絡都算是幾整潔 好了 今次和大家介紹這個樓盤到這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已經過到租樓 賣樓 裝修 甚至乎賣樓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